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名译词源自于1976年科学作家理查·道金斯 在他的作品《自私的经营》当中 以生物学演化遗传的概念尝试解释了文化传播的现象 我们需要为这个新的复制词命名 这个名词要能传递文化传播单位 也就是模仿的单位 他以生物遗传单位的基因来类比名音 将它视为文化的遗传单位 试图说明文化是如何透过模仿得以传递 文化会经由非遗传方式 尤其只透过模仿来传递下去的某种元素 名音透过模仿将想法 观念 行为或是技能 从一颗大脑转移到了另外一颗大脑 以达到了传播自身的目的 我们生活当中常见的故事 游戏 规矩 农根 歌曲 宗教信仰等等 其实都是迷音在传递 当我们认为文化的传播是以人为主体 透过语言 文字或是图像等等符号来传递讯息 以达到了文化的延续性 迷音学提出了新的观点 认为文化传播是以迷音为主体 人只是迷音传递的载体来传递我们的文化 迷音这本书很有趣的是 它透过这个生物上面基因的条件 看到我们在文化观念上的传递 也有这种复制跟扩散的现象 但这个复制扩散的现象 其实它创造的是我们的生活环境 所以基因谈到是人受到基因条件的控制 但迷音它提醒我们 我们可能在真实的世界跟生活里面 我们所有的认知跟心智上面的养成 很可能来自于迷音的影响 迷音学者试图将解释生物演化的理论 挪制了人类文化传播行为 尝试说明迷音以类似基因的方式 努力进行复制增加数量 使得人类心智与社会文化得以延续于扩展 正如基因的优胜劣汰 在生存竞争当中 适应力较强的基因会被保存下来 适应力较差的基因则会被淘汰 而成功的迷音也会取代失败的迷音进行自我繁衍 从而在不同的思想领域当中传播过散 迷音这本书的作者苏珊·布拉克默 沿用了基因学以基因为中心的进化观点 认为成功的迷音取决于内容影响和传播能力 一旦人类开始相互模仿 最高品质的迷音便能达到最佳成效 也就是具有高保真度 丰饶度和持久度的迷音 我们来听听以下的歌曲 当你听到这个旋律时 是不是很快就意识到要倒垃圾了呢 这是台湾独有的垃圾车文化 巧妙地将少女的祈祷 以及给爱丽丝这两首歌曲 与垃圾车产生了莫大的影响 而这种在大脑反射系的进行为 便是迷音在传播 作者苏珊·布拉克默 以迷音作为切入点 带着我们以不同观点重新认识这个世界 我们都是身处于大量迷音体之中 以身体和大脑这种迷音机器来运作的物理机器 当我们以迷音观点来看世界时 你可能会发现 我们的想法居然不再是我们所创造的 也不是用来服务我们 我们只是迷音的宿主 被迷音附体用来传播文化 虽然这些论点在学术圈仍然存在许多挑战 但是透过迷音的概念 我们可以从不同角度来思索文化的传播 与人类心智上的演变 原来也能够有不一样的前世方式 这本书提醒我们在看待自己有两个 一个是基因所带来的影响 一个是迷音所带来的影响 那这里面人到底存不存在 那我们所看到这个世界是 基因跟迷音所创造出来的环境呢 还是我们真正自主意识所创造出来的结果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省思的事情 我们每天都在创造迷音 而迷音也能让我们用不同的视野 来看待这个有趣的世界 你今天传递迷了吗 想看更多精彩的影片吗 现在就按订阅开启小铃铛 让青春爱读书告诉你